人体的血液占体重的十三分之一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们国中很多健康教育的老师在讲 你算是血多重吗 有一位同学三十九公斤 他的血液就三公斤 你会万一他举体重的例子的时候 他都喜欢用三十九四十二这些数字 因为好算 因为血液占你体重十三分之一 这样的重量 那你把血液拿来看 血液中不是只有细胞 血液中的细胞叫血球 血液中的液体叫做血浆 那我们去看看他们后面这个图 你把你的血液放到试管中离心 比较重的血球会沉淀在下面 比较轻的液体血浆就在上面 体积是血球占血液的四十五% 血浆占血液体积五十五% 所以血浆略多一点 而且你看这个图 血浆是淡黄色的 那前面的文字非常非常多 我就跳过了 因为这些文字 我用这个表就可以处理 你的血球中有三大类血球 红血球 白血球跟血小板 这是国中所教的三大类 事实上血球没有那么单纯 你看这个白血球下面还分这么多 白血球很多种 没关系 那这些血球当中呢 第一个密度 每立方 就是每cc 你的血液中 有五百万个红血球 但这个数值有多有低 看人 通常而言 男生会略夺 我像这边提到男生是每cc五百四十万 女生四百八十万 男生会多一点 所以男生吸氧量会比较好 所以男生贫血几率比较低 女生比较容易贫血 因为女生吸氧跟血球的 红血球量本来就比较少 但平均我都是记五百 那红血球寿命一百二十天 一只红血球出生 一百二十天后就会死掉 这是红血球的寿命 好那它的数量是每cc五百万 白血球呢 我是记九千 就是它有数字啊 五千到一万 我就记九千 那么血小板是二十五万 所以它都是一个标准范围 但是你就要大概知道 它的程度是多少 我自己的记忆是这三个数字 红血球每cc五百万个 白血球九千每cc 那血小板是每cc二十五万 那草提就会问你 数多数少 红血球多于血小板 再多于白血球 白血球的数量最少 对不对 它的量 接下来看它的大小直径 这个细胞的直径 红血球在人类七到八个micrometer 这个表现八到十不太好 建议各位还是记七到八 这才是标准 人类的红血球是七到八个micrometer直径 micro是十的负六次方 那m就是公尺 所以你的红血球直径 七到八 乘于十的负六次方公尺 那你的白血球大一点 十到十二 其实有大有小 有些大有小 十到十二大一点 接下来是许小板 哇好小哦 二到三而已 因为其实许小板是一个很大的细胞 破裂 形成碎片 血小板其实是一个细胞的碎片 所以它会特别小 然后形状不规则 因为它是碎片残骸 只是这个碎片大小跟细胞差不多 所以它大小是三到二到三 所以这三个东西 红血球白血球 雪小板都属于雪球 只是雪小板是碎片 那以上是大小 接下来是功能 红血球吸在气体 氧气 然后白血球是防御免疫用 雪小板跟凝血有关 以上我们就把雪液分为雪球跟雪浆 的雪球部分简介到这里 那讲完雪球之后 当然就要讲雪浆 雪浆为什么淡起来黄黄的 因为雪浆中有雪浆蛋白 就是接下来要讲的 雪浆中的蛋白子叫雪浆蛋白 雪浆蛋白有以下几个性质及功能 一一介绍 第一个 你的人体中的雪浆中的雪浆蛋白 几乎由肝脏制造 我这边用的是almost 不是全部 大部分是肝脏制造的 有一些不是 例如你雪液中会有抗体 抗体就不是肝脏做的 抗体是白眼球做的 我们之后会雪浆 所以这边用的是几乎 那雪浆蛋白被制造出来之后 有什么功能呢 第一个维持雪液的酸碱度 它会让你的雪液不要过酸 也不要过碱 那这个现象呢 那这个现象呢叫做酸碱缓冲 让你的酸碱值不要太高或太低 来缓冲你的pH值 维持恒定 这个现象叫酸碱缓冲 这个缓冲的性质 你们耳后就会学到了 今天先不要 今天略题就好 缓冲 就是让你的雪液的pH值 不要过高 不要过低 好 这叫维持雪液的酸碱度 不高不低 维持在某个正常范围 第二个功能呢 是维持适当的黏稠度 跟渗透压 好 怎么说 雪液中溶解了很多血浆蛋白 浓度 就是渗透压 如果这个蛋白质就比较大 会让你的雪液 变成黏稠黏稠的 各位摸过刚流出体外的血液吗 不是 我手擦伤了 那个血太少了 是大量涌出的血液 你手去摸 它是温热温热 而且很粘稠的 月经比较麻烦 有机会跟大家讲 月经它不会凝血 它有些现象 跟这个又不完全一样 很麻烦 好 那我先写在旁边 为什么你的血液会维持 适当的粘稠度 或是渗透压呢 因为你的血浆中 有种蛋白质很多 它叫白蛋白 听说课本上有介绍这个蛋白 对 白蛋白是肝脏制造的 它会在血液中很多 它是血浆蛋白当中 含量非常高的一种血浆蛋白 它就维持血液的浓稠 也就是渗透压 及粘稠度 血液绝对不是清澈的 这我等一下会补充说明 血液血浆不是清澈的 但是血清是 什么是血清 等一下再讲 好 接下来血浆蛋白 还有参与血液的凝固 血液凝固不是血小板做的事吗 不止 血小板参与凝血 不止哦 血浆蛋白中的血纤维蛋白 跟凝血因子 它们都是蛋白质 它们也参与凝血 所以有人是血小板坏掉了 不凝血 有些人是血纤维蛋白坏掉了 不凝血 有些人是瘾血因子坏掉了 不凝血 所以血有病很多种的 不凝血流 不止有很多种原因的 血小板只是其中 有的是血纤维蛋白 有的是凝血因子或其他 好这是血液凝固 那血浆蛋白也帮助 血液中物质运输 这个我们在消化的尾巴 会在提到 有些血浆中的蛋白 是负责运输养分到 好接下来呢 有些血浆蛋白 本身是激素荷蒙 它会调节你的身体作用 例如 人体的生长素 这种激素 促进你生长 它是一种蛋白质 所以有些蛋白质 本身是激素 好最后 有些血浆蛋白是保护你身体的 是免疫功能的 例如补体 更是麻烦的是 我们还没叫补体 可是课本已经出现这个名词了 补体 我们会在高三生类组才会讲到 所以我这边另外讲 另外一个蛋白质 也跟免疫有关的 白血球产生的抗体 也是蛋白质 也出现在血液中 所以它也是血浆蛋白 好以上我们就把 血浆蛋白常见的功能 提到这里 血浆蛋白几乎都是由甘酸制造 有少数不是 然后维持 酸碱度啦 渗透压浓度啦 粘稠度啦 来帮助血液淋血 帮助物质运输 帮助形成激素 或者是跟免疫有关 好这是血浆蛋白的解介 好血浆蛋白到这里 它属于血浆 血浆蛋白让血浆成为淡黄色 各位有听过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血清吗 对 贝蛇咬 你要打抗毒蛇血清 因为血清中含抗体 这个抗体就是抗蛇毒蛋白的抗体 好的 那为什么它叫血清呢 那为什么这叫血浆呢 血浆是淡黄色的 各位知道浆这个字吗 你们看过豆浆吧 正所谓没有喝过豆浆 也看过豆浆走路 豆浆的触感是不是有点 还是有一点点浓稠 浆浆的 所以血浆因为融解了很多的血浆蛋白 它还是有点浓稠 可是水就不会浓稠 血清不会浓稠 所以它叫清澈如水 叫血清 那我要怎么产生人类的血清 或是其他动物的血清呢 很简单 你把你的血拿出来之后 放到室管里面 不用离心 离心是为了产生血球跟血浆 你不要离心 你的血液会开始凝血 形成血块 凝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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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凝血呢 就是血小板 跟血纤维蛋白 跟凝血因子 会形成纤维状的纤维 把血球包起来 血浆蛋白缠住 全部凝结成血块 好的 接下来呢 你就把这个室管 血棒流出 里面的清澈的液体 这个液体 就是血清 为什么它清澈如水 它没有血球了 血球都变成血块里面了 它没有大的血浆蛋白 因为大的血浆蛋白 也跟纤维缠在一起 形成血块了 所以就等于说 你把血液中 大分子跟细胞 全部缠成血块 剩下的 就会清澈如水 它就是血清 而血清中含抗体 因为抗体 是比较小分子的血浆蛋白 抗体的分子 比较小 小分子 所以它还会在 血清中 可是像刚刚讲的 白蛋白啊 血线维蛋白啊 你血因子啊 物质运输的蛋白 或是你的生长素 全部都缠在一起 只有小蛋白才会进入血清 血清是清澈如水的 那就可以解释 它是透明的哦 那为什么血浆是黄黄的啊 因为血浆蛋白 血浆蛋白让血浆变黄色 也变浓稠 以上就补充说明 什么叫血清 所以如果今天你去医院 抽血检查 是要检查血浆 或者是血球 你的血液会拿去离心 沉淀的是血球 上面的是血浆 但如果今天 医护人员要检查的是 是你的血清 它不会离心的 它会把你的血液放着 让它凝血 倒出来的清车液 就是血清 可是 医护人员很忙的 他没有时间等它 慢慢凝血 所以在医院中 医检人员 怎么加速你的凝血呢 是有办法的 放冰箱就变慢了 它又不是做果冻 变冰棒 比较快凝血 刚好跟你的车液相反 凝血是有个酵素催化 酵素催化 温度越高 效率越高 但是不能过头 所以它会把你的血液 放在湿管中 泡在温水里 四五十度的温水 不能过高 一过高 蛋白质变性 你也不凝血了 加速它的凝血 就会放在温水里面 而它那个温水是个大机器 里面有很多四管夹 里面有水 水还会流动 然后可以设定温度 然后四管夹 四管架都插了好多四管 让它温温的进行反应 有些四管是凝血用 有些四管可能是进行别的生化反应 当你去医院的医检站 看到这样的机器 你就会恍然大悟 这个机器 我看过 大家那个机器拿出来 里面放水 放四管 酱 放很多四管 我们现在换个场景 把里面的水倒掉 改放高汤 温度不要五十六十度 放到七八十度 里面不要放四管了 也不要放冷血 冷血也不要放四管中 直接放外面 煮雪糕 黑轮 我觉得很眼熟 它不就是关东煮吗 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是麻辣压血 一个是病患冷血 不一样 一个可以拿去吃 有调味 一个没有调味 你不能吃 吃了减体就不见了 它搞不好艾滋病了 对不对 以上是血浆蛋白 跟血清的补充说明 其中血清是我的补充 让你们了解 这个名词的意思 它是清澈如水 里面还是有抗体 因为抗体是小蛋白 其他的物质为什么不见 因为凝血凝血掉了 好吧 我们就把血液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的循环就说到这了